今天是5月8号 如果今天您过生日或者您的家人朋友过生日 我祝您生日快乐 祝您的家人朋友生日快乐 5月8号历史上难忘的事不少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5月8号 美国为首的北约 对南斯拉夫进行连续轰炸 毫无道理的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说到这事大家都有印象吗 时间是1999年的5月8号 美国用B2轰炸机连续投下5枚炸弹 这5枚炸弹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叫做直接攻击弹药 就是5枚炸弹是联合在一起的 你这叫汉人轰炸中国驻南连大使馆啊 当时我们西华社记者 邵云环 光明日报是记者 许姓虎和朱颖当场牺牲 数十人受伤 大使馆建筑严重损毁 美国人你说损不损呢 他到早晨早晨5点钟 连续扔了5颗炸弹 其中有一枚炸弹钻到地底下很深 没炸 直到5年之后才取出来加以销毁 当然是蓄意的 当然是故意啊 但是北约解释误诈 美国人呢 特别幼稚的 他以为中国人会相信他们的说法 他说因为他们使用了一份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地图 地图过时了 这解释 全世界连同说这个话的美国总统在内 没有人会相信 英国有个报纸叫观察家暴 丹麦有个报纸叫政治家暴 当时就指出北约是专门轰炸中国人大使馆的 这是一次计划好的斩首行动 很多人还记着中国中国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之后 中国老百姓群情激愤 很多地方包括北京爆发反美示威游行 很多大学生到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驻北京上海的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 很多人从那一天开始突然醒过闷来了 民主人权自由宪政被包张的好好的美国的人设就此崩塌 北京大学著名的三角地打出一个标语 不考托付不考计 一心一意打美的 历史上1937年的5月8号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 报告标题是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这么一个报告 报告当中特别谈到和平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说和平取得了 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 相反我们说他是不巩固的 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 历史暂时走回头路是可能的 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 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七日派的存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争取民主新口号 只有这样才能够巩固和平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抗战 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 但同时既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 共产党有本事把革命逐步的推向前进 但是没有本事把全国的坏事一个早晨都去掉干净 所以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 以及可能的回头路 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 而且需要长时间的斗争努力 我劝我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以为毛主席说的话是指当时的话而说的 今天没有用了 是过时的话了 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 毛主席说的那些话能够穿透历史迷雾 今天还不是一样了 和平的问题 战争的问题 还不是摆在我们面前吗 毛主席说 要抗日就要和平 无和平不能抗日 和平是抗日的条件 对于抗日任务 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 即民主是为了抗日 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 民主是抗日的保证 抗日能够给予民主运动以发展的条件 毛主席总是能把那么纷繁复杂的事情说的那么清楚明白 让人一听就懂 一听就信 一听就愿意跟着毛主席前进 毛主席特别强调干部问题 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 要有伟大的党 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个大政党 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 他仍然是个大政党 他有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 但是还不够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 就需要自觉的造就成万数的干部 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那群众领袖应该什么样啊 按毛主席的说法 这些干部和领袖啊 要懂得马克思主义 要有政治远见 要有工作能力 要赋予牺牲精神 要能独立解决问题 这五条了吧 还有第六条 在困难中不动摇 第七条 忠心耿耿的为民族 为阶级 为党而工作 毛主席说 我们党就依靠这些人联系 打员群众 依靠这些人对群众的坚强的领导 而打倒打倒敌人的目的 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 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 不要懒惰和消极性 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 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 这就是共产党员 党的干部 党的领袖 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毛主席的这些话 今天合适不合适 我看完全合适 我们今天的党的干部 如果能做到毛主席说的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党风连政建设 我们领导现代化的事业 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1654年的5月8号 有个大事 德国科学家格里克 进行马德堡半球实验 这是个非常重大的实验 这个实验证明了空气 对于物体运动的影响 并且为后来研究 气压和气体力学奠定了基础 细节就不说了 反正我也不懂 再次祝5月8号过生日的朋友 生日快乐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兰 再见